欢迎收看本期《笑张有话说》 很多人都认为相比于陆军和空军 海军是最优雅、浪漫、风度的军种 这体现在海军独具特色的各项条令、传统 以及丰富多样风格的军服 确实不管哪个国家的军队 往往海军的军服比其他军种更要精致 这个现象同样适用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 抗战下中华民国海军军服上 本期关于抗战国军军服系列的节目 让我们深入研究下中国海军的军服 本期节目所参考的文献 依旧是属于国家政府发布的法规文书性质的条例 民国19年版本的海军服制条例 是中华民国政府第一部有关海军服制的规范 该部海军条例立法于民国19年 也就是1930年 公布实施于民国20年及1931年 签台前大陆时期还陆续出版过 民国20年和25年两次经过修正的海军条例 民国20和25年版本只是修正了单项条例 所以整体上33条是一致的 也就可以理解为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海军军服规章 未曾做过大的改动 该条例除文字外还附有大量图表 信息详细到每一集的军人着装规范等等 由于视频篇幅导致的内容局限性 我也推荐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亲自拜读该条例 为了体现出该条例在现实中被实践的情况 我花了很大精力在寻找历史照片上 同时也会借助一些影视剧剧照辅助讲解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推荐该电视剧 根据该条例第一条 海军服装分为七种 大礼服、礼服、工服、长服、晚礼服、晚工服、晚长服 其中长服等还有东夏两季之分 所以细分的话可以分为十种类型的军服 跟之前讲解过的陆军三种军服对比之下 海军同仁的配置可以说十分豪华了 我的讲解风格是细讲 所以为了可以充分深入内容 我这次也分为两期节目去讲解 本期节目我会重点讲解国军海军的长服 包括东夏两季军官士官水兵长服 由于战事规定和大礼服和礼服后来逐渐被废止 抗战出行率最高的是长服 军装系列视频的下一期节目 我会为大家讲解大礼服、礼服、工服及冬夏季晚装 根据条令第六条 在使用大礼服、礼服、工服的情况之外 海军军人皆穿戴长服 而在战时比如抗战期间 第七条规定长服将取代其他军服出席特定的场合 这就是为何抗战期间在外交、外军交流 受降仪式的照片中没有各式礼服出现 另一方面 陆海两军的各式礼服也在30年代开始慢慢废除 所以出现力极低 这也就出现相比于晚清海军和北洋时代海军 国府时期海军整体军容更简洁 条例第八至十一条规范了夏季和非夏季长服 关左和水兵的使用规范和场景 长服分为黑白两色 黑色长服为夏季以外时间使用 官兵皆搭配黑鞋黑袜 白色长服用于夏季 通常6月1日至9月底 海军关左需搭配白鞋黑袜穿戴 但是水兵和士官穿戴夏季白色长服时 依旧是搭配黑鞋黑袜 历史照片得到印证 如果夏季规定时间服役于寒冷地方 可根据自身长官临时指定做出相应调整 另外在盛夏遇到需要着装大礼服 礼服功服的情况下 均以夏季长服代之 我们先来讲讲海军军官 冬夏两季长服的各标识元素 以及着装规范 从两款长服整体样式设计上来看 民国海军基本继承了晚清 新式海军的长服 其中在俗称黑甲的冬体长服中 有关国家象征如冒灰等 从大清更换为民国的 可以说世界海军服制 多少受到英国海军的影响 晚清的海军在军服设计上也是如此 晚清的各式黑甲 与民国版本最显著的区别 就是领口标志性的英伦小藩领 到了民国后 礼服和长服都改为利领 其中新的黑色长服很有东方特色 但其实这是参考了一战前后 美国海军长服的样式 同样参考其的还有日本海军 这就呈现出当时中日海军冬季长服 在外观上十分相似 锦帽辉、领章、修章等有区别 既然提到了日本海军长服 我们不妨扩展一下 中日海军冬季长服的细节差异 那么有四个细节可供我们区分两者 首先是帽辉上的图案是最直接的 头领菊蛙那是日本海军 而头领青天白日的自然是中华民国的海军了 第二个细节就是高级军棍的黑色帽沿 是否有金黄色和碎图案 日军没有任何图案 而过军中校以上军衔者的军帽 帽沿是有金色麦穗的 我一会儿会特别讲到 第三个细节就是日军在利领位置 配戴有领章军衔 而国军不配戴领章在该位置 最后一个细节就是长服 袖章的颜色日军是灰褐色 整体来看不是很明显 而国军的袖章是金黄色 与蓝黑色长服的底色形成鲜明的颜色反差 十分明显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美军的黑色长服 已经在二战前后 发展到西服翻岭 在与当时的中国海军同航会面时 会从对方的身上 看到自己国家海军一战时的影子 黑色东西长服 整体上来看简洁得体 依旧比陆空两军军服 多有修饰点缀 而夏季白色长服 可以说天下海军受英国海军影响 基本差不多一个风格 也仅是在冒灰图案 军衔样式 训练章位置上等细小细节上 与彼此不同 我觉得有军服控的朋友 挺适合去当海军的 至少你比陆空军同仁 要多一套长服 标准情况下 夏季长服是白色的 但是在抗战后期 夏季长服的颜色 出了一些情况 从一些历史照片中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 夏季长服的颜色 从白色变为茶褐色 比如这张黑白照片中 海军杨宣成将军 军装颜色 与身旁的徐永昌将军的 十分接近 而后期上色后 就能更体现出 杨将军所穿的这套 夏季长服颜色 明显变身很多 对于这种夏季长服 变色的现象 我曾看过不少说法 称这是抗战后期 物资紧缺的原因 于是海军白色布料 被美元茶褐色布料 所取代 也就出现了 照片中的情况 这种说法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说法 我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于是为了寻找 潜在的原因 我试着在海军复制条例中 寻找可能与其有关的线索 根据条例第18条 在一些特定环境下 工作服役的准备以上军官 须服茶褐色下服 这些特定工作环境 包括海军制造厂 修理工厂 煤炭制造提炼所 也许只能解释 其他出现深色夏季 长服的照片 但是似乎无法验证 这两位将军 陈少官是海军最高阶的指挥官 杨宣成则长期负责 对日作战情报的工作 这两位的工作性质 似乎不符合条例第18条的规范 欢迎大家在下方 留下自己的看法 这种深褐色夏季长服的照片 并不常见 这张照片是水兵接收购入的鱼雷艇 虽然是黑白照片 但似乎跟底色对比 还是能看出这些水兵身穿的是 深色的夏季长服 除了刚才第18条的解释 第24条规定中式以下 在操练和担任勤务中 应着操作服 当然这只是我根据政府公布的条例 做出的合理猜测 仅供理论上的论证 所以军官深色夏服的现象 可能是后期布料紧缺 也有可能是供职在特殊的部门 那么军衔也就是军阶 夏季和非夏季长服 也有不同的佩戴使用规范 夏季长服的军衔采用尖章的形式 位于两尖之上 立领的两侧位置 而非夏季的黑色长服 则使用金黄色的袖章 位于两袖的位置 表明军阶 关于海军各级军官的军衔样式 以及如何体现出 冰科专业信息的讲解 我以前做过 请大家参考 我这一期海军军官军衔的节目 这里就不过多展开介绍了 两套长服 佩戴训略章的位置 都是在左侧前胸部 战斗和操练时不佩戴 关于参谋带和副官带的使用规范 民国19年和25年的条例 有些许不同 民国19年版本规定参谋军官 海军参仪 驻外武官 均需即参谋或者副官带于左肩 而海军将官仅在着大礼服时 即参谋带于左肩位置 这是民国25年以前的规范 而民国25年版本 仅在佩戴位置上做出了修正 参谋带还有副官带均记在右侧 比如此途中年轻海军军官 从军衔和场景上来看 应该是旁边那位将军的副官 旁边陆军的新式军服 可以告诉我们这张照片 应该是在抗战胜利后所拍摄的 随着位副官的副官带 记在右肩而非左肩 就显得合理了 验证了条例中的规范 这张照片是抗战胜利时 中美海军军官 在接收日军军舰 注意照片中左二人物 或许在了解条例前 你会有所疑问 为何只有这位国军海军将军 有参谋带 确实从秀章上来看 这位海军中将 不太可能是陈少官的副官 所以不太可能是副官带 那么这位戴眼镜的人物 是海军的曾仪鼎将军 在抗战后期担任海军的参谋长 这就完全合理解释了 为何只有曾仪鼎将军的黑色长服上 佩戴有参谋带 根据条例第19条 佩刀一般情况下 只在大礼服、礼服、公服时佩戴 但之前提过在盛夏等情况下 下服或取代各式礼服 这种情况可佩佩刀 第20条规定 军官上岸或因宫外出时 长服也应该佩戴佩刀于内挂中 类似于中正舰样式的海军短舰 内挂在冬季长服左侧 如这张海军学员的毕业照 关于长服外套大衣和雨衣 该海军服制条例第23和31条 也做出了相关的规范 在进入长官室时 不得服外套或雨衣 在海冷地区服役时 可搭配使用兽皮 但不能将兽皮 暴露在外套领口外 从而影响整体的军容仪表 黑色长服外套大衣 采用夏季长服的 尖章表明军阶军衔 袖口位置不设有袖章 关于官左长服配套的大颜帽 我这里展示的是 该条例配套图表 有关公服的规范 这是因为冬季黑色长服 与黑色公服配套使用 同一款样式的大颜帽 规范相同 其中军阶之间的标识元素 区别主要体现在 冒岩的图案 中校以下的只是黑色冒岩 中校和上校军权者 冒岩有双向 单条金色脉穗 位于冒岩的外延位置 而将官一律采用 金黄色双向 双合穗图案 位于黑色冒岩 内外延位置 所以一般海军将官的大颜帽 冒岩位置的金黄色麦穗 都特别明显 也可以从冒岩的样式判断出 中校以上军官大致级别 比如这张合照 欲编这位是时任 储有建中校舰长的邱熙忠 他的冒岩就是单条 麦穗样式的 我们这里来盘点一下 影视剧中有关抗战背景 国军海军 制服道具 细节还原 由以国军海军为主题的影视剧 实在不多 这次我还是选择 大陆电视剧海魂 剧中出现的将官 是第一舰队司令 陈继良少将 这一幕 他的冒岩细节符合事实 但是到了这一幕 陈将军的冒岩 只有单只麦穗 右侧中校军官冒岩 没有麦穗图样 另外 这应该是舰队司令部的会议 左侧中卫资历的军官 是否该坐此位置呢 这组特写 展示了剧组 在这一集采用了错误的军贸道具 不符合史实 看得出来 该剧组的道具导演 以及演员本人 都不太了解 当时国军扶制条例规范 我们再来看看 大陆电影制作水准 必须高的主旋律电影 《建国大业》中的一幕 虽然李廉洁所扮演的陈绍宽 只出现了10秒钟 但是其长服的袖章出现了问题 剧中的场景应该是 临近国共和谈双十会议 陈绍宽早已是海军一级上将军衔 比如左章这张1945年的照片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剧中的袖章缺少一条黄色横系线 这种道具扶制十对十错 甚至全错的现象 已经在当今抗战剧中很普遍了 真正在道具上细节正确 道具做就效果最好的录具 我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显然这些导演是没有看过 校长有话说 关于抗战国军复制相关的视频 我们再来说说抗战国军水兵和士官的长服规范 相比于军官要单调简单很多 水兵俗称水手服的长服 也分黑白两色 夏季和非夏季穿戴的两套 水兵和士官不配为大礼服 礼服、工服 所以平时这两套长服基本满足所有需求 可以说从样式上来看 抗战前国服海军与晚清海军水兵并没有很大区别 只是因为改朝换代因素 头顶帽强黄色字体需要从大清改成中华民国 水兵和士官军衔及军阶一般情况下 应拍戴在两款长服左右两臂中部位置 但可能是因为战时 有时可能只拍戴在一侧 或者如图所示 两臂皆省略 有关水兵和士官抗战期间 使用必章军衔兵种符号 请大家参考我这一期视频 水手服的翻领 可以说是水兵长服的最大特色 下服的翻领使用浅蓝色 而飞下气长服 翻领则使用与长服布料底色相同的黑蓝色的颜色 根据该条律第27条规定 这套长服的绑腿也分为黑黄两种颜色 其中准位以上即海军学生使用黑色绑腿 士官和水兵则使用黄色绑腿 虽然我不敢肯定照片中的这两位 左边一定就是水兵 右边一定就是军校生 但条例中的规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何有时会出现不同颜色的绑腿 海军士官东夏季长服 是类似于军官的例领风格 但不配有兼章 跟水兵一样采用避章的方式 表明自身军阶和兵种信息 冒灰也不同于军官的样式 军官冒灰是青天白日在上 银色铁毛在下 北极黄色麦穗三面包围 而士官冒灰则较为简单 青天白日在上铁毛在下 外延仅有一圈 红色椭圆形圆圈 然就跟陆军服制情况相似 战争影响和作战环境的改变 使海军军服并非一成不变 尤其是抗战初期 海军几乎拼光所有水面建顶后 开始在内水和沿岸继续作战 所以很多历史照片中 会出现海军官兵身穿陆军军服 坚持在内陆作战的景象 然而衣服有时候只是一件衣服 不管身穿怎样的军服 海军都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 从江阴、虎门再到长江沿岸 以及后来参与欧战的海军学员 他们的战斗从未停止 1946年英国伦敦的胜利大阅兵赏 之前赴英国学习参战的海军军官 代表中华民国出席 为了保持整齐 海军学员着水兵服 前面由陆、海空各一名国军军官带领 由于苏联的缺席 中华民国代表队 仅遵美国第二个出现在盟军的队列中 这套军服有幸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 中国海军从未缺席这场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战争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支持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